各位夥伴大家早安 现在是2022年3月14号的收益的早上 来我们继续来上食品安全管制系统 那再次说明这门课是我认为 这门课是我认为我心目中高等教育最理想的一个状况 因为它的自由弹性 那如果是政客的话我不敢这样子玩 因为这样子玩一定会被告的 来 好一样我们所有资料都会放在阿远小站 放到那个 各位发现阿远开始同步的把我的网页资料 慢慢慢慢变成中英文并列 中英文并列 不会什么 因为学校要求老师们要 不是学校要求 或者是教育部现在有双语教学政策 你知道那天上个礼拜我孩子小学三年级 就把爸爸科学的英文怎么拼 物理的英文怎么拼 我不是说拿我小孩来刺激你们 不是 是你们到大学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事情把你们捏成你们 好像不太会问为什么了 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考试压力 如果今天让小学三年级 爸爸拿着棍子 你今年要考过英文第几级 学过日文第几级 不然的话 我告诉他就已经开始翻脸了 科学怎么拼关我什么事 懂吗 他就说怎么如何保持那种学习好奇心才是现在 教育体制的一个缺点 我就跟他讲 物理叫physics 体育呢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跟physics哪里不一样 同样类似的拼法 因为physical有物质 有体能的意思 physical education就是体育课 我在考托福申请学校的时候才学到这个字 就是在我已经快读完 我已经读完研究所了 所以有些时候 好啦 不管吧 那我们课程 那我们这门课一样快速解释一下 我们会有一样点名A跟点名B 点名A 我们预计在第二节上课前段 各位早上知道这个时间点 我知道大家起不来 但是我不能迟到 而且早上出门会晒车 所以我自己大概六点半就起来 所以 这对老人是个伤害你知道吗 第二节点名 我们第三节下课以前 那因为等一下我们11点 大家会衔接另外一门课 对不对 所以我时间上会调整 而且我们第三节课 会让大家有弹性时间 做分组跟活动 不是三节课全部都讲满 那对你吸收效果太差 但相对起来 我讲句比较现实的 第三节课你要打混 我不会管你 但是你要学东西的话 第三节课才是精华 因为你自己去探索 自己去摸索 那本事课程分两类进行 第一个依照同学自己的情况 选合自己的情况 第一个比较务实一点的 就是说我其他课很重 这门课我就想拿个学分 看过去就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只要出席符合 完成基础作业 我会给你作业 可能是资本 可能是线上填的 都可以 那这边的话 最高分就是69分 假设出席满分的时候 那第二个类型呢 是积极参与的 最低分72分起跳 假设出席满分 最低分 那最高分99 那这边的作物就是参与分工 分组完成任务 上台报告 那甚至我会不断地丢东西 例如呢 像前几节我就丢一个名片范本 让大家去把名片范本 改成自己的头衔 你好 我是阿元团善公司的执行副总 今天来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要准备争取桃园 营养午餐标案的情况 来这是我的名片 这是我的什么 好所以我们这门课会在 你说 报得好或不好 我不会去骂你或批评你 但是我提供一个机会让大家去练习 去练习啊 好那这地方的话我会鼓励大家 又先选这一块 然后大概到学期中之后呢 我会观察情况 有些出席率低的 就是我们三个一组 我们三个一组呢 阿元经常就是 好在约会也不来上课啦等等的啊 那我就会稍微重排 就稍微重排啊 阿元就把他踢出去 把踢到A这边去 A这边去 那你们两个可能 其他人病组 或者你们两个一组也OK 也OK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把作业完成 好再说一次 我是不是上周已经给各位看过 我们连续几次下来 打几年 各位学长姐做的东西 OK 我很简单一句话 我突然没有 各位写了再棒再好的考卷报告 哎 王董事长 那个 我们有个毕业生非常优秀 我把它考卷复印一份寄给你好不好 还是 王董事长 我们有几个毕业生非常优秀 他们的学习成果 用网页呈现 我把网址寄给您 您参考一下 强力推荐这几个毕业生 很优秀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讲 用数位把作业写上去 包括我自己 你在YouTube可以看到我的东西 你在网页看到我的东西 都是我经营很多年的 所以 慢慢来 好 慢慢来 好 来 那在这边呢 教材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一个 好 那这样一样 我们早上大家都知道 起不来 我也起不来 但是我不能迟到 我会把放的影片 把它放到这边去 让大家有个弹性时间 让弹性时间 好 来 那今天呢 那个 现在的话 我 你们先分组 我下周给大家 我下周给大家一个 分组的回报名单 或者等一下我弄 那我现在请大家放一个忙 我在讲课之前 去思考 你们要做什么主题 做什么主题 来 我跟大家讲 我们的 做什么主题 就是这个 来 来 来 我先再把我 这一次的讲译给大家 因为里面 我自己编的 或者是 好 我先传给大家了 没有入群的 请记得入群 好 那 那讲译里面呢 讲译里面杂气杂八 非常的多 包括像这个 这个是长区平面图 我给大家看 好 那我们要 如果说要做东西 给大家 简单来讲 一个大框架 那就是 那我给错图了 不是这个图 好了 没关系 那给大家一个框架的话 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话 第一个金字塔 来 现在可以翻到我们课本最后面 A3金字塔 出来 这也是 这次请我们的那个 影音店特别帮忙 他说 那个老板 请问一下 我印彩色的A3一张多少 20元 我有八张 所以我说不好意思 但是我给大家原始档 对不对 我给大家原始档 对对就这张 那个 那 我跟各位讲 因为这个是阿元 教学多年 也去积合多年 看到人家被积合到哇哇叫的时候 你缺这个文件 缺那个文件 像 做梦 有一次做梦 梦到我 我某一个地方 有一个 食品厂被积合到 被积合到有重大缺失 然后呢 我的前辈说 阿元老师帮个忙 你去帮我了解一下 好 那 我就去过去看了一下 大概知道情况 好来 他们有缺文件 缺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这一堂课的作业 我不会要你全做 但是我会挑几个 包括第一个 这边 ABCDE这边都要 第二个 9-2这个要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HUSB的 计划数的架构 第一步第二步 第三步第四 到第十二步 这边的东西弄起来 他对应到了文件在后面这里 到后面这边 那这些东西 我会慢慢跟你讲 怎么把它 我会给各位范本给 不要讲超啦 我会给各位范本去理解 这个地方放哪个位置 然后把它签到我们网页里面 网页里面怎么做一个超连结 可以连出来 可以连出来 OK吗 好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台湾有哪一些领域要实施 HACCP 哪些领域的 我卖饼干要不要 我卖饼干 看情况 如果我的一般资本额是三千万以上的时候 可能就要实施食品安全监测计划 这个东西要实施HACCP 阿原卖鲜乳 我的卖鲜乳是指制造鲜乳 不是说我去批发来卖 是指制造鲜乳 药 乳品也要 肉品也要 团散也要 水产要 然后等等 慢慢慢慢 我会把法规跟大家讲 那也就是它的大框架都在这个地方 那请问一下 各位知不知道 虽然说我们这种 读这个食品营养领域的苦 哈哈没有错 但是台湾去年跟前年 我们的出口逐步创新高 那出口逐步创新高 那出口逐步创新高 尤其是什么 制造业跟半导体 电子业 我们都不是读这个 怎么办 那他们需要吃饭吧 不就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地方吗 我赚不了第一笔钱 但是我赚第二笔钱 那我就提出我的品质 然后 各位你知道 竹哥工程师那些人 他们脑袋程度 你卖这个便当给我 然后你又讲不出东西了 你又卖这个价钱 或者说 你可以讲出他验证过程等等的 跟他们那些半导体材料 一样 都有很严格管控的话 你要让他多花50%的钱 一个便当 一百块变成150 我觉得他会买张 因为你让他感受你懂 你懂 那但是这个懂的过程 其实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对我而言 你让我看到你的品质跟卫生 我愿意多花30%的钱 买这个餐点 你看不到我干嘛 我花这个钱给你 花这个钱给你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一门课整个文件架构的时候呢 就是从刚才这边 从GHP到内基到HHP计划书 这几个是我们整个文件架构 包括你在台湾经营企业 这个都要 阿元请教一下 如果我们公司要出国呢 出美国的时候呢 这边还有个VSCCP跟TACCP 我HACP正在学 你告诉我还有VSCCP跟TACP 很接近 很接近 HACP是管理食品卫生 预防食品中毒 VSCCP 江兄 你上次告诉我 这个酱油是纯酿的 但是我送去化验 发现你没有丹绿丙二醇 你骗人 这个只有化学酱油才会 在制造过程产生丹绿丙二醇 不死黑心伤人 VSCCP就是预防这种情况 TACCP呢 就是 我跟同学之间有点恩怨 我就跑到 去下毒 或者像之前 去年还前年的时候 澳洲澳大利亚 超市的草莓 不是被人家藏了针吗 我不想有没有印象 然后有人一咬就满口血 好 那个东西就是TACCP 透过食品的媒介 恶意的伤害 这恶意的伤害 这个属于TACCP的部分 那你要出口到先进国家 很抱歉 HACP要 VSCP要 TACCP也要 那我们这本课不能讲那么多 不能讲那么多 所以我们点到为止 我没有给那个 所以最后这一页两页三页 三大页的地方 就是我们未来 这是取自食药署的指引 要准备这么多东西 不是我讲的 是食药署讲的 所以我尽量让大家 有个激战力 激战力的意思就是说 我学完这门课 我到工厂区 我落差不会那么大 这是大学教育 包括大学老师 常被骂的原因 你们都教你们研究所的东西 跟我们企业落差非常的大 那个不好意思讲 各位个人不知道 阿远就是我们开男的老师 不好意思 阿远在外面是小有名气 只是我们开男长官不知道 我现在在录影 不要讲 长官不会看我的影片 OK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请大家帮一个忙 帮一个忙 你到搜寻网页跟YouTube 找你们分组的材料 找你们分组材料 我示范一下 为什么要找YouTube 因为我们多数人都没有 都没有食品制造的经验 对不对 我们看影片 例如说 像假设说我喜欢这一个 反正我就随便搜寻网了一个 对不对 那他就会告诉你 原料有哪些 制成是什么 然后呢 那个他的结果有哪些 那我们把他的制成写下来 变成我们的内容 我们需要有卫生程序书 我们需要他的制成 我们需要他的制成 来像 我快速以这个来讲 来 不好意思有广告 这个 那像这个呢 这就是那个 那个 小鱼浆的 然后还有那个成型的这种 下面就是水 就是我们会看到他的制成 然后这时候可以参考 那个文件上查到的资料 我们把他的流程写出来 写出来 用什么形式 用我们线上 我鼓励大家用Google Office 平常没有在用 没关系 阿元会从头教 而且你们学 马上就上手 知道这个之后呢 那这五个水产加工品 马上油炸 那时候我就会知道说 这边的油炸 有必须符合标准 那我的制成是什么 与内容是什么 这样子OK吗 好那第一个 可以 这边有大二的伙伴 我们可以搭配你们现在 正在上的膳食设计 但是膳食设计有一个缺点 包括医院团商有一个缺点 来那个 手上没有符 来假设 假设这个是罐头咖啡 这是阿元炮的咖啡 今天的罐头咖啡 请问他的架售起多久 放在架上 室温还是冷藏 要放多久 来 有没有看到有个 例如阿元 你们还没出生的年代 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 叫做博朗咖啡 那时候我是大概 读小学时候就出来 博朗咖啡 博朗咖啡它是 铝罐还铁罐 铁罐为主 那是不是很多咖啡 有铝箔包 请问这些东西 要不要冷藏保存 基本上不用 那阿元我告诉你 我每天喝博朗咖啡 我每天喝韦恩咖啡 我每天喝同一咖啡广场 我都是在超商的 冷藏柜拿出来的 不是 它不是为了保存 它是为了夏天 喝冰冰凉凉的咖啡 很爽快 那个叫做感官 但是依科学上而言 它包在里面的时候 不需要 不需要 做那个冷藏的工作 好来 那今天阿元 早餐店自己马上现泡咖啡 手摇杯或怎么样 请问它可以放多久 室温 一天就快死掉了 为什么 所以我们各位在学 营养团散的时候 有个特色就是 你们学的东西 价售起都是当餐吃完 我们到楼下去买便当 他们写隔餐务食 隔餐务食这个字是写在 台湾的法规法律里面去了 你吃完之后你还拉肚子 那个 曹同学突然给我一个东西 我一看 不对哦 不对哦 什么意思 你中午买 但是晚上你才给我 我吃下去万一拉肚子 不算我的问题 不是业者的问题 OK吗 所以说这些情况之下 那这些甜不辣 请问它要放多久 因为你要放多久 牵涉到你的制成 我们保温系学的营养制成 食品制成 全部都是当餐吃完 所以你不会有一个概念 今天阿元 很高兴阿元 假设说阿元60大寿 请大家吃饼干 请大家买什么 请问饼干可以放多久 一般而言那种包装袋 可能可以放六个月以上 而且结果坏掉的时候 不是长霉 不是长虫 而是它里面有油耗味 油耗味 所以那种不是属于微生物危害 是属于化学变味 化学变味造成人体危害吗 不见得 不见得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大家休息时间 我们想一下 你要找什么主题 你可以切换没有关系 但是我慢慢慢慢 今天第三节 给大家讨论 主队选题目 最好有个影片的 搭配网路资料 你们自己找 那你可以找我们熟悉的 医院团散议题 或者你要找阿远讲的讲的饼干 我就喜欢吃羊羹 你知道吗 羊羹就像小小的 你知道我的好朋友跟我讲 羊羹制成多困难 听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 嗯 果然厉害 他很厉害 他说羊羹 全台湾没有几家 意美有 还有谁 没了 所以他卖的很贵 因为他制成非常困难 加热过程160度 控制到非常的好 不然就会不见 就会活活化掉 对不起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那等一下上个点名 那我们有订书的伙伴 到拿着钱到我们院同学这一边 好 那如果订完一轮都没有人报到之后呢 我们让备取的伙伴来买书 OK吗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